说起国产新一代的轰炸机 想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即将要问世的红20 那神秘的红20究竟是一款怎样的轰炸机呢 说起红20的最早消息 还是要追溯到2016年 在当年的9月 官方就进行了相关披露 我国空军研究所正在研发 最新一代国产远程轰炸机 而随着消息不断的被证实 我们也就知道 当时说的轰炸机 就是万千国人翘首以盼的红20 在两年后的 中央航空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 成立60周年的宣传记录片中 官方也是第一次放出了轰炸机的概念图 而这一部宣传片的末尾 更是留足了悬念 一架被巨大幕布遮掩的飞机 映入人们眼帘 而轰炸机首次露出真正面容 还是2021年空军招飞宣传片结尾 宣传片中 能在飞机员的面罩上看到 一两帧轰炸机的身影 自此也是消除了广大军迷心中的疑虑 那就是轰炸机马上就要问世了 不过目前为止 官方还未放出相应的消息 但是根据目前国际上远程轰炸机的 轴种类型对比来看 轰二十极有可能是一款隐身轰炸机 而且其性能就是要比肩美国的B2隐身轰炸机 当地美国研制B2轰炸机 是为了压制住当时的苏联 所以其作战半径为5000公里 最大航程可达1.1万公里 而我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毫无疑问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压制住美国 以其最低航程为我国东北 到达美国西海岸8000公里 所以其最大航程可能在1.8万公里左右 远程战略轰炸机除了要有极远的航程之外 其携带的导弹自然也需要十分有威力的 那么即将卫士的轰二十 可能会携带什么样导弹装备呢 这次轰二十的卫士 很大程度上是比肩美国的B2轰炸机 而且肯定还会比他们的性能更加优越 而B2轰炸机的机腹弹舱长度仅仅只有7米 如果我军的轰二十比肩B2轰炸机 那么在轰二十比其大30%的基础上 轰二十的弹舱长度也不会超过9米 但是我们从上一代的轰六N空射弹道导弹来看 这款弹体长度超过了11米 这就意味着如果轰二十要搭载最新款的空射弹道导弹 它的机身就要被设计的更长一些 而在空载重量以及其他的数值固定的情况下 加长机身也就意味着缩小机翼 而这也就更加需要航天工程师们精妙的设计 同时如果轰二十的驿站会被改小 那也就意味着轰二十的高速飞行能力将会得到提升 在高速飞行的途中 更小的机翼更能保证机身的稳定性 而这或许也就意味着轰二十的飞行速度将达到甚至是超过音速 而作为最新一代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轰二十要做的不仅是比肩B2轰炸机 而且在一些技术创新上还会超过它 传统的轰炸机一旦脱离了战斗机的护航 被敌军战机发现 那么轰炸机也就只能吃憋了 因为普通的战斗机续航也就只有2000公里左右 而轰二十则也很有可能会采用无人机协同作战等新型技术 这也就意味着轰二十较传统的轰炸机有自卫手段的作战模式 一旦在执行任务的途中 被敌机发现也能采取自卫方式 为其挣脱脱离危险区域的时间 纵观全球 除了我国即将揭开神秘面纱的轰二十外 世界军事强国其实都有自己的轰炸机代表 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美国的B-52H战略轰炸机 该轰炸机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 先后总共生产了744架B-52H拥有强大武器挂载能力 在其内置弹舱内 既可以装载核武器 也可以挂载AGM-69A空地导弹 甚至还能装载体型庞大的战斧巡航导弹 而这些性能都得益于B-52H庞大的机身 该轰炸机长度为48.5米 翼展56.4米 高度足足有12.4米 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20吨 而近年来最广为人知的还是B-2幽灵战斗机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能够隐形的战略轰炸机 能够执行战略核打机的常规的打击任务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 作为隐形战斗机 其雷达反射面只有0.1平方米 它能够轻松穿过严密的防空系统进行轰炸任务 而说到轰炸机就不得不提俄罗斯 他们的图95系列轰炸机可谓是最长寿的轰炸机 就在最近俄乌冲突的战场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而且庞大的体量也是携带了超多弹药 具有超强打击的战略武器 而另一个轰炸机型就是广为人知的图160白天鹅轰炸机 这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战略远程轰炸机 白天鹅全长54米 一闪最大可达55.7米 高度更是有13.2米 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75吨 但是即便如此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也能达到2.05马赫 最大战斗航程16000公里 而我国的战斗机群也是不容小觑 不仅要号称战神的轰6K轰炸机 10种不同的机型 除此之外 很有可能会在今年问世的轰20 将会让我国的空军力量再上一个台阶 当然慢工出细活 要想轰20能够满足国人的期盼 慢慢的打磨还是少不了的 不过相信在我国科业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轰20问世必将会成为中国空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